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挺过低潮 走出人生逆境的力量 原住民乐团 北渊三猫的主唱吴婷红 出生于苗栗泰雅部落 从小家境贫苦 为了能够得到物资 他在五六岁时 就会和大家一起上教会 而在教会中 听到了许多圣经的故事 上帝的话语深深扎根 在他幼小的心中 后来北渊三猫 渐渐在音乐界闯出一片天 不但荣获金曲奖 最佳重唱组合 也时常受邀到各地演出 而兰儿在忙碌地演绎工作之余 吴婷红总是持守着向上帝祷告的生活 也时常透过举办活动 帮助部落教会和族人 2011年 吴婷红曾经因病引发败血症 显现丧命 当时他身体情况很危急 甚至住进了家户病房 但他仍然不断祷告 祈求上帝给他力量度过眼前的病痛 而每当他向上帝祷告的时候 心中便再度充满力量 2019年 吴婷红又再度因病住院 并且突发中风 他不断反复发烧又退扫 经常处于昏睡状态 分不清日夜 他又再次借着祷告的力量 经历上帝恢复的大能 就在这两场大病之后 吴婷红提醒自己 最不需要的时候 就是最需要祷告的时候 要让祷告成为人生最好的保护山 亲爱的朋友 人生不会尽如人意 我们常常都会面临困难 在人生的道路中 重点不在于能否一帆风顺 而是在于我们如何 面对每一波风浪 能够拥有正面的态度 战胜每一个眼情的困难 就如同故事中的吴婷红一样 每当他遇到病痛折磨 他便选择来到上帝的面前 透过祷告的力量 使他可以正面地迎接苦难 心中重新恢复力量 并且经历到上帝的意志 祷告就是在跟上帝说话 把你遇到的问题困难 你需要上帝帮助的地方等等 一一跟上帝来诉说 在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又说 在指望中要喜乐 在患难中要忍耐 祷告要恒切 在人生中 当我们面临眼前大大小小的崩浪时 我们并非只能随波逐流 而是可以借着祷告 将一切交托给上帝 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 上帝必定会将他的平安与盼望 放在我们心中 使我们得着面对困难的力量 亲爱的朋友 上帝是垂听祷告的神 祂来为要背负你一切的忧虑和重担 今天 无论你面对多少困难 鼓励你来到上帝的面前 祷告祈求 将你一切所需要的都告诉上帝 上帝必会赐给你力量 让你可以去战胜眼前种种的难题 经历到上帝使苦难变成祝福 缺拔变成丰盛的恩典 心中拥有平安与盼望 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asyGo直播 士林凌凉堂 祝福您平安喜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